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小琴寻找到心灵的真结点 接下来 辛迪老师将帮她释放内心情绪的压抑 而小琴的父母也将在另外一个房间全程观看 希望也能对他们有所触动 希望今天你可以把你自己交给我 然后相信辛迪老师在全程都会 不管在能量上 情感上 我会全程地陪你做完 然后会支持你 然后我们做几个深呼吸来 我们一起做 眼睛闭起来 辛迪老师的心灵释放练习 从呼吸开始 这样可以帮助当事人放松心情 为之后的情绪释放做准备 好 接着呢 跟我做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呢 就是呢 待会我们把气吸 往上吸 你用一点想象力呢 把气呢 吸到这个地方或胸口 然后呢 吐气的时候 嘴巴发出声音 也就是喉咙发出声音哦 发出声音的时候 往下吐气 我们往上吸气 鼻子用力 用更大的力气 吸 吸足气 然后嘴巴张开 发出声音 哈 往下吐气 懂意思吗 来 你做做看 眼睛闭起来 哈 慢一点 对 慢慢地吸气 来 我跟你一起做 哈 打声一点 往下 对 哈 你看 你看你的声音 跟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是不是可以到这里 然后你的声音 你好像没有声音一样 对吧 再 再试几次 现在心里老师在做的就是说 让他能够突破自己 做一些自己平常不敢做的事情 所以现在老师在教他 去克服一些他以前不习惯的事情 再试几次 眼睛闭起来 眼睛闭起来 对 你不明白才打开眼睛看 我要不然你眼睛就一直闭起来 好 很好 再来 眼睛不要张开 就接着做 对 哈 哈 他其实有一些后遗症 还没有处理好 对 所以他很多的负面的想法 他心态的不差 对 是 我的心态就好 我的心态就不好 心态也不能看到人家发 发货 从客人看来开始疏痛他一句 疏痛他就觉得爱超级人 不可以批评他的 不可以批评他的 然后不认错 不认错的 对 往下 往下吐气 对 就感觉到肚子收紧在震动 呼吸练习之后 心底老师要进行乱语进心 通过乱语的呐喊 把当事人内在的愤怒情绪 激发和释放出来 你可以把我想象成你妈妈 你父亲 抑郁里面的医生 你的前男友 你身边不理解你的朋友都可以 把你的情绪释放出来 你平常怎么骂人的 不会那么温柔吧 你应该很凶的 来 开始 你是不是神经病 你为什么让我是神经病 因为你 因为你强迫我 我强迫你什么 你强迫我 女儿最生气的时候 会像这个样子吗 发回起来会惊动天了 发回起来会惊动天了 会惊动天啊 比这个还厉害是不是 没人起来有没人好 我眼睛都发很容易 比这个还厉害十倍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 你就是啊 你就是这样子啊 是你自己不对 我为什么不对 因为你太不礼貌了 病人有一点病 他不重 他脑子也最大 你是说他脑子也最大 让你的愤怒释放出来 在乱语静心的环节 虽然小秦 要把内心的愤怒慢慢释放 但是 他的愤怒情绪依然不够 他总是 在情绪熏泻的时候 立刻收了回去 他的投入还不够 看着会心疼女儿吗 我们心疼啊 不心疼 你夜深人静的时候 没有哭过吗 有啊 那你怎么会 我感觉你一点都不生气呢 我压抑时间太长了 魔方中的小秦 似乎还是有些分心 愤怒的释放不够完全 接下来 心底老师希望通过 平躺冥想的练习 帮助小秦 激发她埋藏在内心的痛楚 去想 如果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一个人 你还能爱谁 还有谁会给你爱 二十五年的时间 现在的小秦 把自己封锁得很死 可能因为在摄影棚的关系 她没有完全进入状况 一直不能用泪水洗涤心灵 我很后悔 骂喊出来 我很后悔 你说今天在酒店哭了 为什么哭 可以告诉我吗 眼睛闭起来 就是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 奇怪的 然后每一次呢 就是我爸爸妈妈 陪我的我亲爱不好是吗 你刚才可以感受到 女儿对她过去做的一些事情 后悔吗 对 你觉得女儿是不是 真的感到后悔了 我不相信 不相信 可能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 就在练习接近尾声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 是什么触动了她封锁的内心 小秦竟然默默地流下了泪水 释放后的小秦 似乎释然了很多 很多 跟我们说说做完所有的心灵开发项目之后的感受 蛮舒服的 很舒服 会不会觉得很畅快 灵力的感受 是的 我刚看到你当中怒了 有笑过 然后也哭了 最后我看到你是掉眼泪 想到的伤心事是什么 比如说我父母那个时候年迈了 然后不在了 我一个人真的很无助 然后想到自己的一些遭遇吧 总觉得怎么会是发生在我的身上 小秦 在你做这些心灵开发的时候 你的爸爸妈妈其实都在看 通过我们的屏幕在看 他们跟邱老师之间也有很多的交流 邱老师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 你一直非常努力地 想要让Cindy老师帮助之下 你能够释放你的情绪 我相信你已经尽了你最大的力量 但是你必须知道 有时候你尽了最大的力量 旁人不一定会感受到你这种努力 反而会给你一些阻碍 这个时候你唯有勇敢向前 坚持相信自己做出不一样的改变的时候 你也会改变周遭的人 改变必须从先自己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